我家里去 我快送我个电话 家里去 走了 走 老乡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我们上衙卫讲理去 讲什么理啊 没跟我跟你说 好 快去 老乡 走 你怎么回事 这看样子是要闹什么事啊 要不然咱们这样 找一茶楼 先歇会儿 我顺便打听打听 我同意 走吧 走 来啊 老乡 来来来来 这是钱大爷 您您坐坐 我尝一下 掌柜的 再来一碗茶 您跟我们这钱大爷说说 乡亲们到衙门口闹事 到底是为什么呀 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了 到衙门干什么去 大伙到衙门 抗荒粮去了 抗荒粮 今年大旱 收成减半 衙门缺之告示啊 黄粮倒浇 还另加两成 为什么要另加两成啊 是啊 往年收成好的时候啊 收粮之后 另加两成 可今年遇到啊 荒汉水落 应该不浇或少浇 可县衙门呢 非让我们浇这么多 另外还要加两成 我要问问皇上去 这皇上也不能 这么不讲理吧 还让把云活不活呀 皇上不讲理 皇上有时候 可不就是不讲理吗 哼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多半是皇上贪财 吞没了我们的血汗 什么话呀 皇上在乎你们那几颗粮食吗 都是那些贪官污吏们干的 这些无耻之徒为了钱 是无所不为 你说错了 有一件事他们不干 什么事啊 善事不干 我们到县衙门讲理啊 现在也躲了三天 没敢露面 抗粮食死罪 你们不怕吗 不怕 乡亲们若交了这点粮食 可就没有吃的了 这不只是死路一条吗 横幅都是死 干脆拼个鱼丝网破 我这把年龄也就来了 您说了半天了 喝口茶 我看你先劝乡亲们回去吧 一半天都会有人给你们做主的 我说这位老乡啊 我们这位钱大爷啊 他跟这个州里的 府里的 都挺熟的 说话呀 管点用 你就听他的 管用 没错 总管用 要不然你先劝乡亲们都回去 这事啊 钱大爷能给了了 我陪你一块儿去 好 好 好 常规的 先来一大碗凉的 您个人 您天落作找来哪 哎 哎 还吓死了 哎呀 哎呦 她媽 害吓死了 哎 这位爷啊 嗯 您知道成千上万的人 就我们几个在衙门口挡着 真要是惹恼了这帮赤脚的老头 一顿锄头 非把我们捣成肉酱不可 您说可怕 周朴的凉裤真的空了吗 看来您是做大生意的 小本买卖 您不在官场上混不知道 这里头猫腻大 本来库房里装完了凉家 堆得满满的 就算今年一粒不收 将陈粮装传北运 上交皇上都复复有余 可是 没到一两天的功夫 全没了 哪儿去了 外行了不是 那些粮商的库房又堆满了 让那些当官的给卖了 咱这给衙门口当小差的 可就不知道 反正当官的大把大把的花银子 靠朝廷的那点俸禄绝对不够啊 周立府里就不知道吗 谁不知道啊 谁没钱都上这儿拿 我看您这人呢什么都不知道 可千万别往官场上混 要不然连自己都得搭进去 这位差官 我跟您打听打听啊 这个老百姓这么闹事 这当官的怎么就不管呢 怎么管呀 去年还闹来着呢 闹来闹去 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总督是干什么的呢 总督 他是这事的总头 伸手要钱比谁都凶 不瞒您说 头一段我还替总督府运过贿赂银子呢 这种秘密也让你知道了 看您说的 小乔在下了不是 你一定是在吹牛呢 我不信 吹牛 实话跟你们说吧 本来在下是不知道的 但那些银子装的太多了 把船都给压沉了 没办法派人去打捞 这才露了馅儿 闹得沸沸扬扬 哪个不知道啊 所以总督大人对抗黄粮的事 是睁一眼闭一眼 假装不知道 拿人家的手短嘛 你跟他说的都敢画牙为正吗 您是当官的 我一副私访来了 你看呢 我眼镯 我有事 我先走了 我的茶钱 老板老板 她的茶钱我们付了 看纸 哎 钱大爷 利益要的是写色的纸吧 哎 笔墨纸验有没有啊 你们这儿 有 您请用 哎 哎 多谢啊 哎 晓月啊 哎 哦 哎 尝贵的 哎哎 这同乡线有好吃的吗 有 您分不 哦 来 一 要小吃 不要大餐 凡是你能买得到的 一样一样给我慢慢的上 好吧 哎 好嘞 哎 回来回来回来 您分不 你这小店 我们三位爷包下了 啊 谁都不许进来 明白吗 哎 哎 去去去去去 来 你来携我干招 活成还在杭州吗 他在断口还没动你啊 传指和珅 卓陈辉祖自裁 钦此 子萱 嗯 大意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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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妙 马 怎么 我安 那 快把送旨到杭州府 是 皇上 那抗黄梁的事 到嘉幸府再说吧 你让智府来接我 卵甲都来吗 有马队士兵 能表明身份就行了 皇上您 我在这儿等着 尝尝小月买的小吃 臣这就去办